欢迎收看可乐姐姐讲故事 亲爱的宝贝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可乐姐姐讲故事 今天啊,姐姐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绘本故事 故事的名字啊,叫做 好饿的老狼和猪的小镇 不知道这位好饿的老狼先生在猪的小镇里有没有找到吃的 我们快到故事里听一听吧 哎哟,饿死我了,实,实在是受不了了 饿坏了的老狼扑通一声,栽倒在原野症当中 真,真想吃点什么东西啊 老狼无意中抬起头 恍惚中看到前方不远处拿起的一条横幅 横幅上写着这里是猪小镇 老狼揉了揉眼睛,又仔细地看了看,开心地喊道 啊,猪,猪,猪小镇,这下我可得救了 老狼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进猪小镇 奇怪啊,怎么连个猪影子也不见呢 知道了,知道了,是怕被我老狼给吃掉,都藏起来了 走着走着,老狼在镇子里看到一家拉面馆,兴奋地说 哎,拉面店,嗯,看上去挺好吃嘛 老狼正嘟弄着,突然愣住了 嗯,什么?老狼吃了一惊,跌跌撞撞地往旁边的书店一看,又愣住了 老狼拉面,嗯,这边还有老狼烧卖和老狼饺子 老狼吃了一惊,跌跌撞撞地往旁边的书店一看,又愣住了 嗯,什么?美食老狼的一百种方法 这边还有一本什么,简单捕捕捕一条狼,这,这,这叫什么,什么书店呀 还布置这些呢 可以放一整只狼的大型冰箱 香酥脆皮狼灰波炉 呆在这样的小镇里,我早晚要被吃掉 必须赶快逃跑,对,对,对了 这时,老狼看到了对面房子外面晒的衣服 老狼乔装打扮 好了,这样就不怕了 谁也不知道我是一只老狼了 好,趁着还没有露馅儿,赶快溜 老狼昏头昏脑,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买开了步子 可就在这时 大叔,你是谁,啊,老狼 还是被小猪给看出来了 不,不,不是 老狼急忙说 嗯,真的 小猪直叮叮地看着老狼 这,这,这,真的呀 我才不是老狼呢 你给我滚开 老狼忍不住大声吼道 于是 怎么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猪都围了过来 没,没,没什么事 乖乖,宝宝真乖 老狼满头大汗地说 不对,你是一只老狼吧 呃,不,不,不是 不,你是老狼 你要是一只老狼 我们可要吃了你 不是,啊,我,我是一只猪 真的吗 那你会噗噜地叫吗 老狼一边哆嗦 一边撅起了嘴巴 老狼边叫着 边摇摇晃晃 捏手捏脚地走了起来 怎么样,我是一只猪吧 老狼就这样 一边学着猪叫 一边走出了猪小镇 老狼怕猪的大部队追上来 担心得要命 逃出猪小镇老远了 还不停地叫唤着 噗噜噗噜,噗噜噗噜 它就这样噗噜噜噜地 叫着叫着 老狼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一只猪 老狼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猪了 它一边噗噜噜噜地叫着 一边走进了树林 噗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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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救救救救命啊,狼来了 饿坏了的老狼没命地跑了起来 什么呀 原来是一只狼 这小子脑袋大概出毛病了吧 怎么像猪一样 嗷嗷地叫唤呢 另外那只狼奇怪地嘀咕道 而这时 猪小镇的小猪们高兴地大喊着 我们胜利了 万岁 老狼逃跑了 万岁 万岁 好了 宝贝 好饿的老狼和猪的小镇 就先为你讲到这里啦 这是不是很有趣呢 如果老狼没有逃走 小猪们真的会吃掉老狼吗 当然不会啦 这只是小猪们保护自己的方式 让老狼以为整个猪小镇的小猪都会抓狼 吃狼 就是这样啊 就能吓跑狼了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啦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FMT8可乐姐姐 记得点击订阅哦